南海島嶼主權紛爭不斷 局勢詭譎多變 美國南加大美中學院特別舉辦 南海爭議研討會 衝突根源與化解之道 廣邀美中學者參與討論 美國現在在東南亞 推行所謂的再平衡的一個政策 但是這個再平衡的政策 卻以耀武揚威的方式 來挑戰國際法 這是美國最不治的地方 傅昆誠也對日前馬英九總統 登太平島儀式 表達正面看法 最近台灣馬英九總統 做了一個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就是登臨太平島 凡夫困難的程序 美國方面又有什麼看法呢 政府會進行 政府會進行 美国政府要让他紧张 他就会更紧张 美国政府真的要和平 让他不紧张 他就会不紧张 北美中心 看来还是火药味四射啊 报道